摄方三世 一切诸佛如来 赞叹阿弥陀佛 光中极尊 佛中之王 这个什么意思 摄方三世 一切诸佛的法都归到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用这一支名号取而代之 名号功德不可思 这几个人晓得 这个名号代表释迦牟尼佛全部佛法 代表摄方三世 一切诸佛的佛法 神神发走 就这一句名号 没人认识 如果真有人认识 你一定会分描必证 分分描描都是阿弥陀佛 决定不能让他空过 那为什么 这个名号功德不可太大太大 你在世出世间做什么好事 都不如念这句话 知难行义 这是张家拉斯教科 行义容易 知太难了 你认识这一句名号功德 可不是容易死去 我们这一生搞了六十多年 才把它搞清楚 更明白 六十多难 行义 念念不离阿弥陀佛 万云放下 真放下了 身心世界 一尘不染了 心里就是一句阿弥陀佛 活在这个世界就是念佛 劝人念佛 自己不念佛 怎么会劝人念佛 自己清清楚楚 明明白白 知道这句佛号 功德 利益 念佛 功夫不得力 就是这一句佛号 功德 了解 不够透彻 今天如果有一件 有重要事情 这家银行放第一堆草票 告诉你 你一张一张去拿 拿一张都是你的 拿两张也是你 你一定不休息 从早到晚的时候 一张一张去拿 为什么 你知道那个好处吗 但是佛号的好处 高过那个万倍都不止 你为什么不肯干 拿了个假钞票给你 你就那么喜欢 你分描笔针 那唯恐少露掉了一道 用这种心来念佛 你决定上平上身 我说的话不是真的 不是假的 aver磅 可不不合格 我进化尺寸 但是这么奇变